整个 process 有花到钱了 可能花一点咯 你电话的钱咯 but 电话 is part of the necessity It's something that you have to use 所以 等于是 almost no money advertisement 刚进来的 agent 们 没有钱 应该怎样找顾客呢 所以人 我们有很多 resources 你有钱 不然就是你有时间 所以不要用钱打广告 让我告诉你 你要给的是什么 value 用时间来给value showroom的video呢 是很有value的 很多客户就是懒惰出来 今天如果你是一个buyer 想要看屋子 但是你就是没有那个时间抽出来去看showroom 如果有一个agent 他做一个video给你看 你会想看吗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第一个方法 这个video 我不是叫你拍了放在facebook 你知道 the top 3 website 里的word是什么吗 google 第二个是youtube 第三个 facebook facebook呢 是很好用的 但如果你是在做showroom video 有可能没有这样 effective 你用google 啦 你用iproperty 你用property guru 或者你用youtube 你的marketing叫做passive marketing 因为你是等人家来找的 facebook 你是show给人家看的 因为人家在滑手机的时候看到嘛 你要找一个property也不是去facebook了 你去google找 你去google找了过后 你找到最多的result 你就按它 如果那个result search出来 刚好有youtube video 你会click youtube video的 因为人都是喜欢video的 如果我今天把我所讲的东西 放成一篇很长的文章 相信我你不会看的 那你和我agent 这样哦 我的youtube channel 都没有subscriber 没有subscriber 这样我怎样子有这样子的exposure呢 当你把video放去youtube的时候 我要你做一件事情 你的那个title 一定要放那个property的名字 为什么要放property的名字呢 因为你要人家search到的时候 可以找到你 我有个team member 他真的是进来还跟我讲 他要找client 但是他没有前来广告 我就跟他讲 这样你可以做一个 就是去provide value 他就想 他又不会讲property的knowledge 他人也没有很好看 我还可以provide什么value呢 所有video 所以他很勤劳 他把我们公司里面的每一个project 只要他觉得有能力卖的啦 他都把它放成一个video放上去 所以他youtube channel现在有75个video 所以你有没有办法 有很多view吗 不会 每一个video呢 大概是差不多30到40个view 有一些可能是整百多200个 那我就想 Adrian 这样百多200个view 我会有result吗 你今天你要想一下 今天这些人 怎样子看到那个youtube的video呢 当你的subscriber 在youtube根本不多的时候 人家只有一个方法 会看到你的video 就是当他在search的时候 这样如果这些buyer 他们是search 你的property的名字 就是找到那个video 他去看的话 quality吗 这样他怎样子拿到lead呢 当然在他的description里 放一个whatsapp link 这样看了那个video 觉得有兴趣的人 就click 找他了咯 这样我问你问题 来看视频没有 整个process 有花到钱了 可能花一点 你电话的钱咯 但是电话是 要是要用的 是要用的 所以 等于是 almost no money advertisement 嗨 所以刚才那个video看完的 如果这是你看我的第一个video的话 我还有很多video给你看咯 你可以看看这个 或者是这个 其实 这个好像不错 不然这个也可以看看 再不然的话 两个都看吧 记得 别忘记subscrib咯 拜拜